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小伙伴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好大叔为您带来的刀台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SRI联赛第四赛季的总决赛 由老干爹对战Liquid的BO5第二场比赛 老干爹将比赛双方的一个搬选的方面的调整 Liquid搬掉了大牛和赏金 大牛这个英雄确确实实是一个让强的一方的队伍非常讨厌的英雄 因为这个英雄的手高实在是太无脑 他的防守和配合队友确实是简单粗暴 Liquid的选择在第三手搬掉小拿家 老干爹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去吃一线掌一掷 处理掉对方的蓝猫或者是说在搬选的时候 留一点神留一些控制英雄 他说你不能因为下了液体然后奶老干爹 你们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去说我 我作为一个游戏解说本身而言 就是除了中外对抗特别是关键局的比赛 比如说决赛的时候 我可能会偏向一些中国队 其他大部分的时候我还都是比较中立的 大部分的时候比较中立 那个咱们YouTube直播间的这个朋友们 你们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啊 注意一下这个咱们 我还是那句话对吧 我的直播间里边不要有任何 没有必要的东西存在 好吧 希望大家都能够去热爱DOTA 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管你们是喜欢DOTA也好 喜欢我也罢 无所谓 只要你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咱们就一起踏踏实实的看比赛 好吧 咱们不要去聊那些没有用的东西 来看一下第一首 力快拿出来的是一个全能骑士 老干爹自己搬了电棍 自己搬掉了电棍 力快拿全能 那只能就是拿酒仙了呀 对吧 其实我知道我的直播间里边 其实喜欢我的人比喜欢DOTA人多 这点我是很肯定的啊 所以这个不要紧啊 包括咱们的视频观众也是 所以这个 现在有B站的这个视频 也是有了这个激励计划 对吧 对于up主来说也能有一点收入 所以正在看这期视频的B站老爷们 多发一点弹幕 对吧 收藏啊硬币啊转发啊什么的 都多整一点啊 多整一点 然后尽可能的把每一期视频看完 不要看到一半就睡觉 不要总是设置一个20分钟的定时关机 开着我的视频睡觉 这个我都已经发现了 好吧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老干爹的第一手拿的是一个巫医 第二手拿人方面是继续拿狼人 其实AME的狼人在最近这段时间的发挥还是挺好的 大叔你现在只在退直播吗 不是啊 退车YouTube 主要是退车YouTube 其实 我的直播间有一个就是你们要是想实在是有力气 没地儿使特别想骂骂解决骂解决骂解决的话 那么欢迎冲着我开炮啊冲我开炮 相互之间不要搞事情 你们可以找到一些志同道合一起来喷我的人 这样就可以了 老干爹在第二手拿完狼人以后呢 我力亏的继续去拿萨尔 萨尔这个英雄还是 不是这个力亏的你们 这真是得了 得了妞病了呀 真是得了新蜜蜂的病了呀 你们这个阵容 这一天到晚的 这是在cosplay牛逼吗 你们应该把你们的ID改了呀 把ID改成 这个可我给牛逼点小名 这个牛逼点卡卡 ID改一改 这样的话就更像了 老干爹选择是在第四手扳掉了一个夜魔 上场比赛夜魔这个点还是有点恶心 但是感觉这场比赛扳夜魔的必要 有吗 我觉得 你拿了狼人以后 其实不是很怕对方拿夜魔 除非说你自己想拿光法这样比赛 而搬夜魔的话 就是拿光法的概率会提高一些 可是老干爹的阵容里面 光法不是他们的常驻英雄 而且我也没见老干爹拿光法的时候 打出来特别好的一个效果 光法也没有驱散的效果 对于全能骑士如果要是想用驱散的效果 来去针对他的话 那么就是狼人自己出否决 或者是酱油味在哪 三号也拿个九仙 大概也就是这样 这怕不是个抖M吧 不 我是S 我是个 我是还是比较适合当S的 老干爹果然是拿了光法 这个光法 这个光法我真心是没太看出来 这个光法的效果呀 这场比赛 真心是看不太出来这个光法的效果 虽然拿光法 搬夜魔拿光法的话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男人思路 但是这个光法拿出来 真的有很好的效果吗 还是要打推荐 巫衣加光法双奶 狼人装玩生物 那中单又拿影魔吗 感觉这场比赛 中单还是适合那影魔 如果中单不打影魔这个点的话 那应该就是女王 可是女王被搬了 感谢大佬打赏了300新台币 摸摸摸达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选择拿了一种杀王 Liquid这边这个杀王拿出来的话 应该是给GH去打的 全能肯定是他去打4 去打3 不可能让全能去打4 基本上 老根爹这场比赛中单应该就是影魔 毒龙 有勇气的话可以拿个卡尔 但是Maybee其实真的已经很久没有拿卡尔去打比赛了 拿了一个兽王 兽王 老根爹这是要干啥 这是要 无死灵书 齐心战恶魔吗 兽王出死灵书 光发爱刷钱 出个死灵书 乌衣 捡漏 捡个死灵书 狼人做个死灵书 最后一首 中单英雄 谁适合出死灵书呀 中单英雄 谁适合出死灵书 拿个电狗 拿个电狗去死灵书 雷克在这边还是拿蓝猫 你这阵容还是不带足够多的控制啊 这场比赛控制还是不够多啊 而且蓝猫这个英雄并不怕像血魔和光发这种英雄 因为他不走路 他全是靠飞 变成一个电球的乱滚 这真是明着告诉你 我要把你推平的一个节奏啊 卡尔出死灵书也行 冰火卡出死灵书 倒是也有这种出 以前也有这种出法 死灵书加火人 狼人加死灵书 兽王的猪 加死灵书 美滋滋啊 Liquid现在最后一手的英雄还差一个大哥位 搬的是飞机 搬了一个对方这种能够去防推进的一号位 这样Liquid在最后一手的搬人上面不好搬了 他不好搬了 因为现在老干爹这个阵容就是明摆着告诉你 我要把你推平 最后惹力怪的果断是掏出一个德鲁伊 我估摸着这场比赛的德鲁伊就该登场了 你不办德鲁伊的话 他德鲁伊肯定要拿的 最后一会儿我人家拿了个龙旗了 人家这场比赛这个阵容这是自暴自弃了吗 这真的是一副自暴自弃的尿性 说实话 感谢大佬打赏 摸摸达 这最后一手老干爹不拿DP吗 真的没有拿DP选择拿的是一个龙骑士 我怎么觉得DP是不是也不错 DP应该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龙骑士的话他的控制更稳定一点 乌一也是一个推进英雄 不要觉得乌一不是推进 乌一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推进续航 他乌一出一个密法鞋 是几乎可以说是最好的这个推进续航的英雄之一 但是讲道理老干爹这个阵容 输了呀 输了呀 推进阵容最怕的就是蓝猫 就是这种抱团推进阵容 最最最害怕的英雄 就是蓝猫 没有之一 那这场比赛 从阵容的角度来讲 真心感觉是黑了 感谢一波观众大佬打赏 1246ABCDE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直接配票打赏的大佬这都是 不是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在哪呀 不要觉得我是在哪呀 因为这个 蓝猫这个英雄之所以特别克制推进的阵容 体系就是因为推进的时候 推进阵容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定要人骑 然后就是他的人集中的是需要时间的 而蓝猫是一个非常非常擅长 去抓这种空档的一个英雄 他非常适合去抓对方人在不骑的时候 这种空档去给对方造成减缘 而一旦死一个人 你的推进就要被延后至少一分钟 每一次延后一分钟 然后呢 时间再长一点的话 你就有可能会受到对方不断 一波一波的这样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慢慢打着打着就输了 推进这种最怕的就是蓝猫 这个货 30秒钟 狼猫在这儿 美滋滋地吃双服 还是鸽子烈士路的双服 那么这样比赛老干爹也是给了妹币双服 这样比赛老干爹的阵容应该就是一个狼人支配 然后支配以后死灵书 兽王是速死灵书 龙骑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甲腿天鹰战鼓 然后做跳刀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基础 基本的一个战术思路体系 就是出装的一个思路 然后这个乌依这场比赛应该要想办法做个秘法 当然他也可以不做秘法 让光法给他回篮 但是这样的话成本就有点高 光法有可能会出现篮不够的情况 光法这样比赛就是速A仗 如果要是真的想靠着这条这种推赢的话 就一定要速A仗 最好是在24分钟之前 24分钟之前 甚至20分钟之前 22分钟吧 22分钟之前做出来自己的这个A仗 然后24分钟就开始推 最好是在拿到A仗之前 把对方的三个一塔 甚至包括个别二塔都推平 然后利用24分钟的时候直接上高 基本上这场比赛老干爹就能赢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这场比赛翻车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感谢观众大佬打赏啊 因为这场比赛 兽王这个英雄虽然是比较百搭吧 他就算是不推也能用 这个英雄 但是这场比赛你拿出这样的一条阵容 如果说塔的数量占不到优势的话 慢慢跟对方去慢慢拼后期的话 这个肯定是拼不过的 你跟蓝猫 德鲁伊这种英雄 就拼后期没前途 你的双大哥都是这种 在中期作战能力比较包扎 后期越打越怂 但是龙旗还好点 狼人后期真是越打越怂的一个英雄 看发挥吧 毕竟这个比赛也不能 咱们也不能光看阵容 光靠这个阵容去蒙也不可能 还是看发挥 这一日的杀王到现在为止呢 也是在不断地跟对方在抢服 第二波神符呢 是Liquid空到了四个 第二波爽进神符 Liquid空了四个神符 老干爹一个都没吃着 不过现在从补刀的角度来 说到老干爹占优 中路龙旗跟这个狼猫两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护肥 但是再打一会的话 应该龙旗会舒服一点 乒乓球甩过来一下 但是跟不上后续的输出 那么这个诅咒也没有办法 就发挥效力 Miracle现在手里面 又是空打了一把奥树 不过上一场比赛 这个Miracle的运气也真的是好 好几次的团战 都是拿着奥树打开团 然后还有的时候 是刚打完团战 直接回头一个恢复套脸上 恢复神符起脸的 狼猫这个确实运气太好 当比赛三号位的全能骑士 在防推进方面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上方这里给上一个参策 过来欺负一下无依 不过怎么感觉你自己 有点危险要死的架势呢 诶 乒乓球不给吗 第一时间 没有给乒乓球 觉得对方有一个全能骑士 在这个地方可以去搞事情 三分二十秒 三分二十秒的时间 目前Liquid还是 上路让这个德鲁伊来扛压 因为他扛压的话呢 能扛得住 德鲁伊基本上就是能扛得住 他不会轻易去死 下路这里穿刺王了 然后给上一口奶 两个人开始合接 这个无依被拿到一个一血 这一次的沙王拿到了一血 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一次的沙王拿到一血的话 这个加异的跳刀 说不定又十几十三分钟 就逃出来了 十二三分钟 这场比赛 你要是让沙王十二三分钟 逃出一个跳刀来的话 你这一辈子都推不了塔了 就 这个阵容这么依靠招腕声 我沙王这个大掉转三连 太要命了 这一次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再往回跑 再A一下 后续的伤害应该是杀不掉 而且你要是再追的话 好像那个神符也吃不掉了 这个神符也被这一只吃掉了 这个 无依这个不过来去抢一下 对方家里神符吗 这波神符又是让 Liquid给转了一波 沙王 你让沙王这么拿一血 再不断的控服的话 这个家伙真的要肥起来了 绿邪应该已经出了 逛街沙王四分钟绿鞋 这波马途弯弯应该是要被A死了 不出意外的话 被A死了 光瓦的移速确实还是优势很明显 对于这个德鲁伊这个英雄来说 德鲁伊在上路被击杀以后 现在双方人头数是2比1了 跟D暂时是领先着1000加的一个经济 上路过来这里再杀一波 KKY 哎呀 这个KY这波僵辣 走到了一个死路里面 没有能够把对方可开 这样对线方面 现在是老门爹的一个很大的优势 杀王的穿刺的CD赚好 要不要去穿刺 好像要杀这波应该是 应该是要叫杀 炸出来一个减速以后呢 下一口奶的CD已经赚好 跟上去 跟上去开香味 一口奶直接奶死 AI密的狼刃拿这两个人没办法 完全没办法 打不过 正面营光打不过 跑的话又跑不掉 没有变狼的情况下 他这个移速确实在被对方这个光环粘住以后 一点半分也没有 而且这还是一个香味的全能骑士 现在的这个奇脸骑士 一般都是走香味路线的 赶紧这儿晕一下了 猫这里乒乓球 给上诅咒能不能来得及 诶诅咒上啊 诅咒上杀了 一口火啊 这波杀了 Miracle这里虽然是吃了一个魔伴 没有被对方的这个龙骑喷死 但自己还是被这个诅咒跳死了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经济情况 目前龙骑在中路无解肥 龙骑打蓝猫在这个中路 只要自己不瞎浪 不瞎浪去撞影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优势对线 而且这场比赛 刚才的这波击杀是让龙骑 直接跟蓝猫把这个精力差给拉开了 开始推塔了 这场比赛已经开启了推塔模式 下落的狼人有一点崩 但是推塔阵容是这样 推塔阵容一般情况下 前期是四人队 四一分带一般情况下是 就是四个人推吸引对方注意力 然后另外一个人在一路带线 因为就是稍微需要一点发育的人 类似的就是像狼人 包括你把这个狼人换成德鲁一也是这样 把他换成德鲁一 然后再一条线自己去带 去适量的去发育 剩下的队友去争取时间和空间 去抱着团去推 然后快速的拔掉对方的塔 至于这个自己一个人这条线 这个人能不能推掉塔 其实并不重要 他只要保证自己的经济是正常发育 都可以 然后借助队友推塔 所带来的一个工资收入的话 他的装备只要能做起来 这个时候再去找自己的队友 他的装备就有优势了 这里买一口 买一口完了以后 这里给上一个穿刺 炸出来一个减缩 但是无一赶到了战场 这就是狼人招出两条狼 开始A这个全能骑士 全能身上还有三个魔伐 三个魔伐吃一下 吃了但是没有蓝 没有蓝 没有蓝 这里再跳一下 杀王这里最后是被龙骑一口火直接带走 这里全能应该是不会死 全能自己身上靠着这个 比较好的一个体格 再加上这个无一的诅咒等级应该是不高 二级的诅咒伤害不够 出去外这里是框一下 蓝猫过来找一下查理斯 查理斯受王大招吼住 但是蓝猫的蓝量 还是有一些 杀王直接给穿刺就行了 这个 这个蓝猫 这是在等什么 蓝猫过来转一个影子 直接搜掉这个人头 硬生生是等这个蓝猫过来 真是不着急 马桶的德鲁伊 现在的经济是只有2200块钱 龙气已经达到了4300多 这里光法 光法凉了 光法凉了呀 然后这里跳了 然后一个缠绕 缠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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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出了 不过还是成功的A死 而下路的防卫塔也是为了 赶紧推掉 那么这样的话 三个一塔已经全都掉光 8分钟 三个一塔全掉 这个时候 Liquid需要做的就是 看他们这些核心装 跳刀啊 什么能出来 还有就是蓝猫的装备 什么能做出来 他的装备如果做不出来的话 这样比赛很有可能 要被对方推平了 德鲁伊 小熊还在他的身上 去做点筋手 目前还差不到300块钱 三个一塔已经都没了 这个阵容就是 推塔的话 不管是不是被反捕都不重要 塔是不是被反捕的不重要 我找到外面的塔给你拆了就行 拆了以后就不断的去威胁你的高地 逼迫你回防 以进为退 以攻带手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战术思路 兽王现在身上的装备出的是 先做了一个勋章 然后再去布死灵术 勋章也是一个推塔的时候 挺好用的一个道具 你可以用勋章这个地方有一个眼 看到这两个人的开悟了吗 把你的塔都给你逼光了以后 我直接到你的高地 压在你的高地附近 然后让你被迫 就是回防不能够出去刷钱 你出去刷钱人少 我就直接推 有没有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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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给上一个诅咒 拿这些招伤生物过来去 给一些AOE的伤害 查理斯基再给一个飞斧 这一只这个地方 有可能要被这些诅咒 加AOE伤害带走了 狼人变了 狼过来以后 也是没找到合适的人 这里这一只再挨一套技能 快死了呀 这个这一只 这一只这个地方 是靠着自己这个绿鞋 这里穿刺 躲一点波吗 没穿刺第一时间 第二时间穿刺了一下 小熊吼一下 把对方吓跑 没有出现太大的意外 下路则是全能骑士继续去刷 这场比赛不得不说 李溃的在让经济 让资源方面 这个人物 这个选择上 还是比较机智的 这个时候最需要等级 和装备的就是全能骑士 他的等级只要高了以后 他的这个加血 能够对对方的这些招伤生物 造成足够高的一伤害 大招可以帮助自己的队友 去找到一些机会 去跟对方 高一波正面 然后再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光环 又可以去进行一个追杀 他的等级 现在比任何人都重要 德鲁伊不用管 德鲁伊现在有点金手 他的资源 无论如何都能刷得起来 蓝猫目前就是随缘 蓝猫这个时候的重要的是 在等对方 如果要强推的话 就是在台下支援 然后靠收人头去赚钱了 主要的资源 去让给这些 在团战当中 不太容易收人头的人 资源的倾向 还是选择比较正确 那么老干爹 这段时间没有继续去组织一个推荐 FI 在要被找到了 沙王在后排在蹲着 光发这吃了两棵树 这个吃树应该是被看到了 沙王这里准备给上一个穿色 撒尔给上一个筐 一口奶 一顿合肩 直接带走 上路又继续来进行推荐的 是 兽王加上狼人 加上一个无依 这个兽王是二级的 飞斧一级的光环 上路二塔高破以后 自己的下路一塔 看看下路一塔怎么说 下路一塔应该是要被 这个全能给推掉了 11分半 那么推掉了 上路的二塔 但是现在对于老干爹来说 有一个很大的隐患 有一个很大的隐患 看就没必能不能晕住 这个蓝猫 能晕住就能啥 哎呀 还是没有来得及呀 反应确实快 这个蓝猫 萨尔这个地方 是跑过来 直接是一个框大 直接一个框大 加上一个电 断了一波冰 没滋滋 不过前边边的冰 已经到了 召唤生物招出来以后呢 强推二塔 就这场比赛 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件事 12分钟的时间 呃 哎 这个平方就是中了 瘦王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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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不及 位置太远 就是12分钟 现在的外塔优势 目前老干爹是领先了 对方四座外塔 老干爹有五个外塔 然后 Liquid现在只有一个外塔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老干爹的团队经济 只领先了不到1000块钱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这些是又杀子了 对方插一颗真眼出来 这些是反身一个穿刺 但还是被这个瘦王 直接一个大招给怼中 老干爹上了一套合机 最后是Noah拿到这个人头 德鲁伊现在9级 10级了 10级应该要加一级大了吧 考虑 小熊的点击手CD已经赚好了 过来打一波肉身 打一波肉身 对 就这场比赛液体也很坏 液体所采取的思路是放塔 你不是推吗 对吧 你推你就推你的 你推塔 我放塔 然后我去带其他的线 我去带其他的线 这样的话就待会在你准备筛始上高的时候 我的装备没有跟你拉开插绝 那么这个高地我就有了手 如果要是一直硬手的话 反而是不太好的一个选择 乌依这个时候要尽量去攒一个秘法鞋出来 他们现在这个蓝其实很成问题 虽然有光法 但是其实蓝量是很成问题的 光法这样比赛选择的是绿鞋 加上一个推推 蓝猫直接打一波阳谷 清掉这波阳谷以后呢 开溜 现在经济方面 龙骑的经济是全场第一 可是第二和第三是液体的人 狼人的经济现在只有4600块钱 他一直跟着自己的队友推 其实他的经济增长的是很慢的 光法现在倒是在下路开始去 让经济给这个光法 14分钟 开始给这个经济让 光法让经济 GH这里看到对方的人以后 双一个大直接吼住 龙骑上来接一口火一个晕 没有用晕的 直接是一口火吐槽 雷怪的第一波开悟 看看这波开悟的进攻方向 德鲁伊的经济现在是5500 手里边已经攥着2600多的一个存款 上路的这波开悟并没有找到人 这也是提前选择了撤退 下路这个地方光法过来 藏在树林里边 两个人现在是谁都看不见谁 就差一点点这个位置 谁都没看见谁 德鲁伊这里也没有什么欲望去杀这个光法 很难杀这个光法现在 有大招有推推 你那一个德鲁伊想追死这个光法的话 太看脸了 倒不是不行 但是太看脸了 德鲁伊跑到后排过来断兵来了 拿自己的小熊 现在就是等着上高 老跟这等着上高 看这高地能不能推起来吧 下路的这个二塔被推掉以后呢 中路这里又是 哎晕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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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晕住漂亮 没有后续伤害 很不少 下路这里是萨尔给了一个框 给一个框隔一下 然后兵线没了 兵线没了 这个地方蓝猫 哎这我卡了一下 蓝猫怎么被秒了呀 我这游戏卡了一下 蓝猫被秒了 应该是被少王给怼了 这波是直接要拆下路高地塔了 下路高地塔直接要被拆光了 这德鲁伊断兵计划失败 对方这个兵线上来以后出了偷打保护 顶着偷打保护强拆 这个没问题 可以拆得掉 老天天就是绝对是可以拆得掉的 召唤生物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有这个兽王的光环 有兽王光环 有这个狼人的一个支配头盔 所提供的这个攻速加成 这个强拆还是一点毛命没有的 看下这一只 这一只的沙王 这个位置再往回走 我刚才卡了一下 没看见这个蓝猫怎么就凉了 能骑这个过来以后 给上神龙百尾 定住 平方球 甩上来接一下 打断撒粉一口火 nice 直接击杀到沙王以后 这个时候等下一波技能cd了就是 蓝猫只有一个辉光 现在 德鲁伊倒是这段时间经济刷起来了一些 三天八在手 但是灰药还差的有点多 16分钟现在是一个白天 光法其实这场比赛 其实光法这场比赛应该直接去裸一仗 他要是裸一仗的话 现在A仗就出来了 裸一仗A仗出来的话 这个就好打得多呀 他现在有一个A仗16分钟就可以直接推基地了 都不用拆三路 就直接中路进基地打基地就行 中路冲上来拆基地就赢了 这样比赛 这老干爹选择是带着肉山盾 肉山盾的时间还有一分半左右 那么狼人的变狼cd还没好 但是死灵书都已经出来了 所有的召唤生物全都扔上来 杀王这个地方要不要考 哎 这杀王什么鬼 萨尔立场加大招 给上以后杀王一个穿字出来 这个立场加大给的没问题 可是没有人能上来给输出 蓝猫飞出来 轻一下召唤生物又被秒了 我去 Miracle的蓝猫这一波 车用来主要是飞太慢了 这个蓝猫一级的飞速度太慢 对方有一个提前预判的一个机会 蓝猫要被秒的话 直接两路了 那这场比赛要结束了呀 要结束了呀 17分钟推平了呀 推平了直接 GH这个杀王这穿字出来以后 摇了一个大招 魔免加一个大 可是伤害不够 狼人变狼 出来直接咬 德鲁伊的小熊拿到了灰耀 结果直接被对方一口火吐死 德鲁伊的本体现在也是要被诅咒死 招不出来第二头熊GG了 已经可以GG了 德鲁伊也死了 小熊也没了 已经GG了 这场比赛18分钟 18分钟轻松加愉快 直接推平了给 直接推平了 这个这场比赛 没扛住 液体这场比赛 被一个 实际上这场比赛 液体输了 是怎么输的呀 液体这场比赛输给的这个阵容 是一个中国的天梯带链阵阵容 其实这是一个中国的天梯带链阵阵容 挺标准的一套带链阵容体系 可以说 就是能够去进行这个调换的英雄 包括哪个些呢 给大家说一下吧 就这场比赛 因为我见过这种真见过挺多的 由于这个比赛数据没出来 我在这里就是口述一下给大家 上一场比赛 这个老格尼的阵容是中单的龙骑士 然后在这个中单的龙骑士 这个点可以调换的英雄是谁呢 可以调换成这个亚龙或者影魔 这两个英雄可以作为这个代替龙骑士的位置 然后一号位的狼人呢 可以换成德鲁伊 就是可以同等替换的 可以替换成德鲁伊 三号位放的是兽王 可以同等替换成是 可以考虑同等替换成全能骑士 可以考虑替换成一个亚巴顿 可以考虑替换成是一个 一个那个那个斧王 斧王也可以 但是斧王现在一般不用 四号位这场比赛 他们放的是光法 是光法吧应该没错 他们放的是光法 四号位同等调换可以换成是狮王 五号位他们放的是无依 五号位可以调换成是戴泽 可以换成戴泽这类英雄 都是可以的 就是这些英雄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影魔就算了吧 没前排的 而且早就不出没肯了 影魔没问题 这个影魔打这种战术 就是可以的 因为他们这种推进体系 第一个不需要后期 第二个不需要前排 这是推进体系特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的前排是召唤生物 他靠的是你过来以后 我拿我这些人的输出爆发 直接跟你墙换人 我换完了以后 如果你没秒掉我 我拿着召唤生物可以接着推 召唤生物这种推进这种体系的思路是谁啊 影魔不够肉 影魔不需要肉 影魔不需要肉 你注意这一点 就是这种战术思路体系 实际上是中国天地带恋的一个战术思路体系 只不过就是我现在看不到双方的这个 这个情况 行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就给大家直播到这里 录制到这里 咱们直播继续 直播继续不停 那么大家咱们可以稍日休息 等一等下场比赛 感谢各位众的收看 咱们稍日休息 下场比赛见 咱们下场比赛